欢迎来到Ember健康房 我是Ember 上一集我们谈到了不孕不育的问题 那其中我们提到了 在女性方面最大的问题就是卵巢的问题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谈谈卵巢早衰 为什么要来谈卵巢早衰这个议题呢? 因为现在很多人晚婚跟晚生 卵巢它会随着年龄 它的能力会逐渐的下降 因此受孕率就会越来越低 那卵巢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就是月经的不正常 那早衰的过程呢它其实是慢慢发生的 主要体现在经血量减少还有经期缩短 所以呢大家可以自己检查一下 如果你发现最近三次 经血量不到三天的话呢 那你可能就要注意了 那发生这样子的问题 我们可以怎么解决呢? 其实在妇产科还有生殖科 他们都认为卵巢早衰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所以呢现在有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 动卵 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大龄女性 透过动卵的方式生小孩 但是真的卵巢早衰 就没有办法可以逆转吗? 我们发现呢人体其实是一个小宇宙 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 有些人呢在工作的时候呢 工作压力非常的大 所以呢造成肥胖啊三高啊 各种慢性病都出来了 但是一旦等到他们退休了以后 生活作息调整完 发现他们的身体呢好像回春了一样 甚至比他的儿子身体状况还要好 在中医古籍父亲竹女科上面呢 也有这一段话 他的意思是说呢 女生七七49岁的时候呢 照理说月经会结束 但是如果提早结束的话呢 本来以为是血已经干枯了 所以月经就不会来了 结果没有想到竟然是心肝皮上面的郁结 也就是不通所造成的 从这段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出 中医对于卵巢早衰 其实有不同的见解 那也有他自己的治疗方法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谈谈中医 怎么样治疗卵巢早衰 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影片呢 别忘了订阅留言 还要记得分享哦 我们欢迎纽约昆德中医诊所的冯罗小杰医师 医师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不孕呢 女生占的是比较大多数 而且呢卵巢的问题是比较大的 但是现在呢大家更关心的就是说 因为卵巢早衰 所以造成不孕的症状呢 嗯是的 这个是在现代人生活中 其实这也是一个 比较主要的一个因素啊 就是说年纪会是一个问题 但并不是说年纪大了人 他的卵巢就一定不好 可能早年的时候不太知道 或者说没有把这个 有足够的关注吧 那到了他觉得应该要关注的时候 他如果知道怎么样保养 那么卵巢很可能 他又能够回到他的一个 属于像一个青春的状态 所以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保养呢 就是说有哪些行为 其实是会影响到卵巢的这个好跟坏呢 一个是吃太多的冷的东西 冰的冷的 因为这个寒凉的东西嘛 他会使到就是子宫啊 暖巢啊 有一个非常寒凉的一个环境 还有很多的 我们说痰湿啊 就是跟脂肪也有关系 他都裹在那里的时候 暖子就不容易熟 如果不熟的话 那么就到时候可能就没有月经了 或者说月经 或者说他的月经时间就很长 那这样的话 他的暖子的质量往往也是不好的 常常在吃避孕药的话 那是不是也会有这个 对身体不好的状况呢 是的 我们说就是调月经啊 中医和西医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一个做法 那中医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它是根据你身体的一个 一个正常应该有的状况 帮助你身体回到你的这样一个 正常的一个状态 是含量东西太多了 那我们就把它干暖起来 就把它温暖了 如果是因为肝气郁结啊 它那个堵住了 那我们就想办法把它疏通了 如果是说 哦 是因为子宫内膜太薄了 那这个呢 中医讲就是可能是肾气不足 那我们可能就是有一些 不肾气的 瘟痒的东西 然后帮助子宫内膜长厚了 它都是帮助身体 恢复它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 因为我们大脑 在脑垂体里面 它是有促性线激素的 让这个促性线的激素 跟我们暖潮 滤泡啊 跟这个暖子 是保持一个非常良好的沟通 此激素不够的时候 上面的促性线素呢 它就分泌足够的这个激素去 让下面能够产生一个正常的周期 在调精了以后呢 往往就不容易反复 不会说我一不吃中药了 我不调了 它就又回去了 但是呢 吃病院药的这种方式呢 一个是催卵 再一个呢就是 吃了这个黄体酮 算是属于孕激素嘛 吃进去之后 那个子宫泥膜它就长厚了 然后到时 之间它就扑脱下来了 而且非常非常准时的 就不管你身体 闪不闪云激素 你的身体的磁激素的量怎么样 总之呢 你缺了这个激素 我就给你这个激素 就让你身体 出现这么一个来月经的状态 和下面的一个 就是发动月经的这个激素 它们之间的沟通 就不管了 它就不理了 所谓的避孕药 并不是让你避孕 现在很多时候 吃避孕药 是为了让你来个 有一个正常的月经周期 所谓的正常 它不是说身体变正常 而是月经到时候就会来了 但是那时候会排卵吗 那不一定 吃了避孕药 不一定会排卵 但是会有月经 那这样 就算调整了 也不一定会受孕 因为不一定会有排卵 是的 那还有没有什么样子的行为 其实是不应该做的呢 当然也有 也是属于性生活方面 如果是 就是太过度了 它也是会伤心好气 当然 男生可能就更加明显一点 女生也是一样的 她如果消耗的太厉害的话 她也会有阴惊不足的状况 也有一些饮食方面 就是吃的东西 除了这个含量的东西 还有油炸的东西太多 油炸 会有热 那种热呢 那种湿热 有时候会下注 说湿热下注 它也会使到这个收银 会有一些困难 心情是也会影响吗 是的 肝经它从 就是 它从人的大脚趾头 它其实 在一直走到头顶的时候 是它的一个整个路径的一个 一个途径 它的路线中 它会绕过这个生殖器 绕过子宫 绕过卵巢 所以就是说 因为肝经经过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子宫卵巢 所以 心情不好 就是跟肝有关系 所以心情好不好 或者是说压力大不大 其实也都会跟卵巢好不好 有关系 会的 干预的时候 就是 它不是说影响暖潮的好坏 它就是 它会影响到几个方面 当你干预的时候 因为你看那个卵子它排出来 就算受精卵 它也是要经过输卵管 然后它才能到了子宫 子宫把它比喻像个土壤一样 如果说你干预 这个土就特别的紧 受精卵就是像一个种子一样 碰到了这个土 一个硬土 它怎么也插不进去 可能本来是已经有了受精卵了 但是它也种不活 就是这样 这跟肝脐欲解也是有关系的 是 所以现在大家都很在关心 就是说 啊 我有没有卵巢早衰 这样子的问题 现代医学来讲 其实卵巢早衰 它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那中医是有办法把它回春的吗 是 完全是有可能的 现在很多人都很实行动卵 你看就是现在西医 其实也很推荐 在动卵之前 如果是用中医的做法 针灸 中药 艾灸去做 他发现甲取卵的数量的增加 卵子的质量也能够变得更好 这就是在西医界已经是认同 好好好 医生你刚刚讲太快了 你说针灸 艾灸 针灸 中药和艾灸 艾灸是其中一个 可不可以大概讲一下 那为什么用这三种方法 就可以让这个卵巢好像回春一样 比如说中药 中医讲的用药 其实是取那个药里面的气 比如说要准备动卵的人 他的卵子不熟 是因为那个太寒凉了 那么我们就想办法用中药 去卵供的一些作用 像干姜 小茴香 就是这一类的中药 它可以帮助暖巢 它能够重新回到温暖的状态 然后卵子的数量就慢慢就会增加 那中药是可以做到这一个的 是 实针是让它局部的气血能够活 然后再一个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了 因为那个人的生殖器 它是跟肝筋有关系的 肝肾嘛 肝肾都是有关系的 我们在做针灸 实针在肝筋和肾筋上 包括皮筋上面 它的这个气血就能够够 处于一个活跃的状态 他们在取卵之前 我们都会建议客人来 一个星期五天都来做针灸 效果非常非常的明显 然后灸是一个最重要的 也是最有效的办法 特别是灸配合针 一起的时候效果是加倍的 为什么 最大的作用它是可以温精通氧 温精就是温暖你的经络 通氧就是打通你的氧的气道 我们用普通的灯 或者包括红外线的灯 它去照 它也只能说把皮表温暖了 那红外线它的那个波会再深一点 它会让肌肉也会暖了 但是要打到经络 那就非艾叶莫属了 为什么 艾叶它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植物 它在燃烧了以后 上面有烟对不对 下面就有热 它的热的那个波长 就比普通的这些灯 它的波长要长很多 它这个波长 它就刚刚好能达到 人体的经络的深度 古人行军的时候 你知道他们在带着粮草的同时 那个车上其实也会放艾叶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古人的时候它就要找到那个水源 当艾草一烧着 因为艾的那个热度 它会渗透到地底下 因为它够深 有水源的地方 那里的水就变热了 一变热了以后 那个蒸汽就上来了 然后那个草就会冻了 所以这样子 他们就很容易找到水源 然后就在那里挖井 我就可以找到水就可以做饭了 你今天好像又讲了一个秘辛 我还没有听过这个故事 非常有意思吧 而且我本来以为 行军带艾草主要是为了驱那些蚊虫啊 不好的东西 就没想到它也会有这个作用 所以很多人都说 你暖弓你可以用吹风机 其实那个不一定有那个效果 这完全没有那个效果的 完全概念不一样的 真的只是表皮上面热而已 没错 那你还不如就用一般的暖宝宝了 那么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的 当这个艾草它在燃烧的时候 这个热度也是能渗到人的经络 然后把它温起来 它就倒就给打通了以后 那暖子该熟的时候就能够熟了 哇艾草真的是古人的智慧 什么草都不行 就是只有艾草可以 难怪都是叫艾揪 没有其他的草揪 是的 好我觉得其实我很早就知道 就是说吃冰啊 或吃避孕药 这个也对女生是不好的 但是其实呢 一直都很不晓得 后面的原理到底是什么 所以今天听医生讲 我们就更能够了解说 为什么这些东西对于卵巢不好了 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想要动你 想要成为美魔女的话呢 这个卵巢的照顾 真的要非常非常的细心去处理它 所以接下来 我们就一起来体验艾草暖宫 那医生我们今天的那个暖宫是要从这边开始吗 是的 你的暖宫啊 因为我刚才给你看了一下 你看一个你人比较消瘦啊 然后人手脚都有点冰凉 特别是脚真的是蛮凉的 所以你的几个地方要做艾揪的呢 一个第一是要做脚 脚的涌泉穴 它是属于圣经的第一个穴位 这个人的脚如果太凉的话呢 你这个整个身体的下肢呢 它的循环都不会那么好 所以这里的第一个的这个爱河呢 我会放在你的脚的涌泉穴上啊 那再一个呢就是 我们肚脐的就是一个是肚脐症当中 这叫神穴穴 然后它的下面呢就是对着人的子宫 然后这里的暖巢 可以同时暖几个地方 那么这个肚脐这里 这里的暖巢 两边的暖巢 然后再往下 子宫的下端它都暖上了 很舒服吧 超舒服的 是吧 然后这个热度 其实你仔细体会一下 它比用一般的热灯 或者你家里用热水袋 对 是不一样的 对 因为它渗透的那个深度是 是更深 就像我们刚才前面讲的 所以这样子呢 我们一般这样子可以放 放个半个小时 所以一次的疗程 差不多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 那这个呢就是在家具会非常方便 那我们在诊所呢 还有更加方便的一个做法 就是 也更加有效的 是一个葫芦酒 当然这个放多少呢 也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 像你的身体如果是比较 真正比较 很厉害 比较寒凉的 比较明显的呢 就用的这个火力会比较强 那也有一些 一般的这种调养呢 我们就是放个三条就够了 对啊 我现在开始已经肚子觉得暖暖 暖暖的 对 你体会一下这种温暖 它跟就是 跟一般的那个热 是完全不一样 对 它是软软的 还有很有渗透力 嗯 不到三分钟的时间 艾鳩的暖度 从脚底到腹部连成仪器 我明显感受到子宫生成 到脚底有一股暖流 在不断的流淌着 温暖而不照热 连心情啊 也都跟着沉淀下来了 我是Amber 喜欢我今天的影片吗 那也别忘了 传给身边的女性朋友哦